我现在浇点水了 只有在下过雨的时候才会来 有没有 早上好呀 今天先要去看看我的西瓜喵喵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 就要给我的西瓜喵喵浇水 补充水分 因为现在青麦太干了 又是到了雾霾季 所以天气特别的干 不仅仅是我们的喉咙 你们看我前两个视频也知道 喉咙总是痒痒的 想要喝水 喝很多很多的水 但是我的西瓜们也需要喝水哟 早安呀 我要给我的西瓜喵喵浇水哟 看我的西瓜喵喵长得好长好长 我要浇点水 看我的西瓜喵喵们 希望你们每朵花花都要变成西瓜宝宝喵 下过大雨的这个青麦啊 就是好多好多小虫子会出来 要飞到我脸上来 下雨过后呀 每一个灯下面都有这样的小飞虫 你在家里面呀 就千万不能开着灯 你一定要把灯打得暗暗的 否则它们就从这个门缝当中钻进来 这就是泰国的特色 下雨的时候呀 记得紧闭窗户哟 以前我民宿里面呀 就是这样子很可怕的 然后门口有灯的话 就一定会有很多这个虫子 看看这个试试啊 一个巨大的蝎子耶 好大哟 哇塞 你记得时候都出来了 你是一只老蝎子吗 哈哈哈 感觉你怎么那么大哟 这是一只老蝎子耶 哇塞 下雨天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好多小生物都出来玩了 哎呦 天啊 走了走了 接下来呢 我要打扫我的洗手喷 还有我的厨房的洗手喷 每天都要打扫 然后呢 还要扫地 哎呦 我今天呀打扫了卫生 我要去咖啡店上网 每次传一个视频啊 我都要传三四个小时啊 所以我要去往咖啡店里面上网 看不妨把我的今天这个视频给上上去啊 但是呢 今天 我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把这个 卫生打扫一下 好啦 打扫干净 这个房子呢没有吸尘器 跟自己买的房子不一样 所以哦 所以哦 要自己扫地 但是小F要很热衷于每天一天两次这样的扫地 每天要把这些 哎呀 风吹的小穴穴 因为七脉一刮风呀 就特别脏 还有女人掉的头发 因为每个房间都是赤脚走路嘛 只要赤脚走路的话 就是你要防止床上一躺呀 刷发上一躺呀 这样子你就不会把 脚上的这个细细 蹭到床上去了 蹭到被单上去了 所以啊 保持地面干净 很重要哟 在泰国 嘿嘿 今天我是 红萝卜 红配绿 红配绿 红配绿只有在 泰国才这么敢穿 在上海的话 肯定被很多人吐槽 嘿嘿 你们会不会穿这样的红配绿呢 哎呀 背上我的大包包 带着我的电脑 好啦 到一会儿咖啡店见咯 走啦 封闫 玩战 嗯 我 我要去的咖啡店呢 就在马路的对边 看到对面的那朵蓝色的云了吗 就这一家 很多自由工作者都在这边上网 你们看这个清漫的天 现在有点呜蒙蒙的 现在准备过马路哟 上了 好 早上 晚一点 晚一点 嗯 在泰国境外生活 有人羡慕 有人说分量话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内心的权利 当然 我也是啦 拍视频就是表达自己 展现自己的一种方式 不管身在何处 我把我眼里的世界展现给你看 从当地人的乐观生活态度中 我学到了尊重每一个 不平漫步 不断认他人是对是错 因为每一种幸福的味道都不一样 如果没有他人的不一样 无法感受到自己是如此的丰盛和满足 在这里一切都靠自觉 所以我很享受我的平凡日常 掃地 做饭 日常家务 一切平凡小事 都可以改善 你每一刻的心境 你可以选择 好烦 不想做 也可以选择 跟我一样 我很享受哟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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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